10月15日,中国梦之声的人际学员James以及美妆小王子小布等人显示上海 出席某品牌20周年的发布会 当天James以一身黑色西装帅气亮相吸引了不少粉丝前来围观 经过梦之声的一路锤炼,James不仅中文大有进步 他更在现场透露自己已经参演了一部微电影 国内最希望与黄晓明合作 如果我可以跟黄晓明,因为他直接是我的导师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黄晓明 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此前蔡康永自曝罹患病毒性颜面失调 录影时右半边脸突然无法控制垮下,令人堪忧 作为康熙来了的顶梁柱 蔡康永的病情也是牵动着粉丝们的心 作为该事件的见证者,采访当中小布也爆料称 蔡康永之所以会面摊,完全是因金马奖所致 其实我们那天去录影的时候 因为刚好当天其实康永哥才在棚里接受采访 才正式对外公布说他真的得到了颜面神经失调 但是康永哥会生病是因为他接下来要主持金马奖 所以他的压力过大